六四事件27週年 在北京一批天安門母親 莫安排在監控下 去到墓地拜祭越南親人 發言人尤為傑說 到場監控的警察比往年稍微少 他又說雖然部分家屬年紀大 但會堅持平反六四 更會拒絕中國政府的打壓 用封鎖都是不可能的 27年了 我們會繼續努力堅持下去 按照我們的要求 三項訴求 要求真相問責 賠償的三項訴求 我們還會繼續努力堅持下去 夜天安門廣場 在清晨不夠五點舉行星期儀式 大批民眾和平日一樣 排隊到場圍觀拍照 不時有公安和警車在廣場巡邏 而廣場外一帶 亦停泊了多部警車駐守 今年廣場的安檢比往年寬鬆 民眾出入 無需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亦沒有進行搜身 只需要將隨身物品進行X光檢查